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回到第52集 52集 神之豪 這樣快認識了你一年 不止了吧 我們還沒做之前都認識的 是嗎 好像是 真的很開心 今次和我們一起合作 毛主席說 我們RTV監製說 我們這個節目好像平均點擊裡有幾百人 是呀 三百是幾百 九百是幾百 那當作是九百吧 當作是九百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的點擊率是幾十 如果毛主席 麥克莫說我們這個節目有幾百人看 我們Live看的人有幾百人 這麼厲害 感謝黨中央 我們間中遲十分鐘 會不會中南海看的 觀眾就等了十分鐘 終於開幕了 中南海看的 沒有搏到大陸 就是大陸看到RTV嗎 原來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說什麼 對 今天的正題 先說兩位主持 今天我和Rocky兩個 Boost也是穩真想 他猜要輸得太多 我剛才打給他 他說他家 他說他太子了 是嗎 拋頭了 這麼多的版本 瞬間轉移 不要緊 今集我們會說 介紹一下嘉賓 對 近日有一個很熱的議題 又是外融山居港群 我們請了三位嘉賓 這三位嘉賓 就是網上一些團體的領導人 他們最近搞很多簽名運動 甚至乎論壇 就是去說回自己是外融這件事的立場 不如自己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三位嘉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叫林月 我們新成立的就是 香港社會關注組 主力當然聽過名字很行 什麼都關我的事 但是最主要近期的香港業話 就是外融居港權的官司 所以我們都一系列的活動 稍後有機會再談一談 我也是香港社會關注組的 我是Don Walk 我是其中一個成員 Sorry 我是Rox 我知道你們最近就著 外融山居港權這個事件 發表很多意見在網上 或者街頭收入簽名 其實你的立場是怎樣的 是不是收集簽名出來 是贊成外融做香港人 還是怎樣的 你的立場 哪位朋友想說 沒有所謂的 我們沒有帶無勢 不好意思 隨便 隨便 我說兩句 整體來說 如果大家有上香港社會關注組 可不可以買廣告 可以 沒有問題 Facebook.com 邪惡 groups 有s 再邪惡 就是hk scg groups 不是page 我只是groups groups 是不同page的 page就可以按like page容易 groups就要request request request approve groups甚至是被人add 也可以 也可以被人add 他的facebook是有這樣的功能 你可以add你的親朋好友 另外也有一個功能 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不去 也有一個功能 你不喜歡收電郵 可以按 如果不知道什麼事 被人一撞是否很大 會不會 你可以查出來 那倒是 香港也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打斷 groups 是groups 小小介紹 到今天為止 約一千人左右 嘩 我們開了多久 兩位 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都是兩個禮拜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來 有什麼會員 其實應該什麼人都有 因為我們有很多朋友 我們都先add 另外也有很多是自己加入 也有很多可能是透過地區的活動 認識到我們 因為我們有一些 以拉架和橫額 也有把facebook寫下去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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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Concern Group SCG 歡迎電視機前面的 你也加入成為我們一份子 通常都對於電腦 那怎樣 請說說 介紹完社會關注組這個群組之後 你們在外容這件事的立場 看待呢 是怎樣的呢 其實呢 我們在關注組 就是一間平台的 reality 本來我們是沒擁有立場的 主要是收集網民的意見 收集之後,我們作出相關的行動 來表達網民的意見 明白,你暫時收集到的意見是 贊成多還是反對多呢? 普遍佔了90%以上 都是反對外傭擁有居港權的 這是到目前為止的情況 比今天某份報紙說得比較低 今天某份報紙是98.4% 這麼厲害? 哪個報紙? 你猜到的 哪個報紙也猜不到 很親近中央的報紙 不要緊,我們在網上收集到 大概90%左右 所以怎麼做呢?搜集的過程 在自己的群組裏做嗎? 其實大家留言或是回應 但如果在自己的群組裏 即是入了這個群組再回應的話 會不會已經是你的粉絲才進入那個群組裏? 這樣的話 所謂的基礎就好像 你不知道怎麼說 即是統計出來的數據 沒有什麼公信力 或者是… 我又不敢這樣說 不要緊 即是不夠嚴謹 即是不夠嚴謹 我介不介意我這樣形容 某些大的報紙 可能他們自己也有他們的立場 也可能經常做一些民調 某些政黨也可能經常做他們的民調 如果我們說他這樣做 一定不對的話 這樣就難些 即是我想變成所有以後的民調 都是中大、港大 大家知道中大、港大也不是個個認同 有時候對某些行動出入也很大 但我們這樣說 由於我們的群組都比較中立 我們想談一談社會關注的議題 而我們當中大部份這些核心的成員 都是沒有特別的政治背景 所以我們是… 你本身是沒有政黨會議? 沒有的 也沒有的 即是不是政黨會議? 不是 不會選舉? 這個研究一下 又看看電腦旁邊的觀眾怎麼看 因為現在一說的話 就是計算的經費 今天你們用了多少錢製作 所以不能說 所以我們的組織本身就沒有特定的立場 但是我們可能個人或者會員之間有他們的看法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平台 將大家關注社會群組裏面的會員的聲音 看如何發放開去 我間中進入你們群組手下 是群情洶湧 是很強烈反對 就是外傭爭取成功爭取到居港權 其實那個理據在於哪裏 就是為什麼會對外傭的行動很反感呢 會不會兩位想補充一下 大部份的網民其實就是… 他們是很多擔心的 網民… 我的感覺就是他們都是普通的市民 其實他們擔心幾件事 就是… 如果… 通過了的話 他們擔心的外傭 可能會將來不會再做家傭 他們要重新再請 此其一 其意就是說 他們去請他的時候 他們說 那個合約是寫明了兩年一次 以及寫明是不會有機會成為一個永久的巨民 他們覺得就是… 是不是我當時忽略了 還是是我被人騙了 他們是有了這樣的思想 再加上就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會說到 就是如果… 他們變成一個永久居民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到社會上的資源 所以大部份的市民 我想不要只說網民 就算我們在街頭做簽名 很多市民其實都在擔心 一些這樣的問題 還有… 這些的思想 他們出來社會的話 他們直接影響到一些 是中低收入的人士 其實我想多問一點點 因為可能電視機… 不是電視機 電腦前面的觀眾 可能都… 不是那麼理解到當中的關係 就是剛才說到 如果那些… 很多的外籍員工來了香港 就會令到… 很多… 剛才說低下階層的人 可能工作機會影響到 其實當中的關聯是怎樣呢 有沒有什麼… 調查或者考據 可以… 分兩下 如果… 如果… 網民他們都會說 就是… 譬如舉例說 我們會想… 如果… 家傭… 他真的成為一個永久居民的話 他出來找工作的時候 他們可能找工作的工作 工種收入 可能是說 一萬元留下 或者一萬元鬆些 就是他們… 預計… 預計… 嗯… 所以他們就覺得 這樣會影響到 一些中低收入的階層 他們那個… 增加了那個… 供應量 但是… 目前… 香港的經濟 就說是… 數字上不差 但是我們明白到… 很多收入低的階層 其實他們的生活 沒有什麼改善過 那麼… 所以很多市民其實是擔心… 擔心… 就是… 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 但是… 全香港有… 也有成七百萬人 如果… 就是… 成瓶水這樣 我… 第一滴墨水下去 如果… 不要第一滴墨水 墨水太明顯 放一顆鹽下去的話 其實都… 應該不是很鹹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全香港七百萬人 如果多了… 五萬… 我當作十萬 十萬個… 菲律賓人 或者印尼人 來到香港 那麼… 相對於… 現在那個… 失業率 或者… 對於… 現在… 你剛才所說 一萬元收入樓下的… 群組 對於他們的就業情況 就是… 那個影響是怎樣得出來的呢 我相信… 如果要一個市民 要拿到… 一些很準確的數字 我相信… 這個要求過高的 因為… 一般的市民 沒有可能是這些數字的 但… 一般的市民 他們是… 眼看得到… 不如我講一下我的經驗 好 今年的… 母親節 星期日 每年都是 對… 晚上的時候… 我經過一個商場 我看到… 坐滿了… 排了長龍 但… 那個是大家樂 那麼好? 你可以說好 但我看到這個情景 我是很不開心的 我記得… 如果說十年前、二十年前 母親節 上酒樓吃飯的 但我今年見到 一會兒坐滿了 出現排隊買票是大家樂 即是說母親節 吃飯好的 大家樂 這代表甚麼呢 是否酒樓都爆了 酒樓爆了才吃 當然… 我經過那個商場大家樂 你說酒樓是爆棚 這個我沒有去做一個調查 不過大家去想一想 但母親節吃飯好的 去哪裏呢? 去哪裏呢? 大家樂吧 即是坦白說一句 是否一件好事呢? 我經常都說 不要要一個市民去拿一個數字 因為… 他沒有可能拿一個數字 但問題是 你看到的時候 你信不信自己的眼睛呢? 你自己去怎樣判斷呢? 如果要說數字 我最近…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 一個… 自由黨青聯團的星期三 那一次 喔… 上一次就是… 梁貞先生 他分享了一些數字 他說 在… 1996至2006年那十年裏 香港的GDP增加是超過34% 但是呢 在收入最低的三成人口裏面 工作的人口 扣除了通脹之後 他們的收入呢 反而是跌了的 這個數字是梁貞先生 公佈出來的 如果這樣怎樣掌握這個問題呢 是不是… 如果當我們… 當了 不給外傭來 這樣這個問題 是否會迎人而解呢? 不等於 但是市民會擔心是加深了 加深了 另外就是說 他們覺得就是 我跟他簽合約說明是來做事 為什麼你現在告訴我 我請了他七年之後 我要給他一個居留權呢? 那個事主會想一件事 我答應了 就是我的事 但是說明是沒有的時候 現在你告訴我 我要給的時候 那個事主就覺得就是 如果當初你告訴我 他做滿七年 我就要給的話 我可能 四年就不做約 六年就不做約 他有一個選擇 但是市民就說 我是沒有選擇的 你不是告訴他 以後 你說以前 我們要明白到 就是市民他們有他的關注 不要說錯與對 我相信這些都是 在法庭去判的 但是市民是關注的 這次法庭判不是這件事 是判的 就是判的申請權 不是說他應不應該來 只是說他應不應該有權申請 我們在群組上面 就是大部份的市民他們擔心 當然我們群組是一千個 你說一千個 擔心不代表是這個 我不敢這麼說 這也是民意 是不是這個既定協議的問題 就是當初找你 從菲律賓或者印地 請過來香港 派融也有 就是請外融 請來香港做事的時候 就說明就是 就是不會有這個居留權的 然後原本我也答應了 因為如果我不答應 我簡直不要來香港做事 就是答應了才會來 然後我做過七年之後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開始提充司法覆核 就是如果用到四字詞 其實有點叫出議反議 就是原本是答應了 就是我不同意就不會來 我同意了 然後做過七年 然後再上訴就覺得 我應該要有這個居留權 為什麼不給我一次呢 是不是你們都會有這樣的感覺呢 就是網民或者市民 或者這樣說 我們都經常 今天已經第三、第四次 下街去收集簽名 以及當面接觸一些居民 不同的區域去過 就是九龍、新界 今天我們剛剛從東沖出來 我回應你之前的問題 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影響呢 或者怎麼樣 其實大家如果客觀地去想一想 就是很多外勇 其實他離得香港 他可能在他自己國家裏面 是受過大專教育 那他來到 那不就好 因為輸入很多專才 這樣說 他受過大專教育 是否等於他是專才 就是有靈作經驗 那我讀完大學也是這樣 那也不可以說 你是很好的主持 但是個點就是 就是他們 我們不會說印尼話 不會說菲律賓話 但是他們跟我們聊天 就 不要說髒話 說笑 他們通常跟我們 會用英文溝通道 還有他們很多時候 譬如在菲律賓 他是在國內的大學畢業 那他來到 我相信他未必去到一個專才級 因為如果他是很聰明的 那些他一早已經可以 轉門七年去居港權 他可能在某些公司做管理層 或引入 但是呢 就反過來 起碼他在語言 還有在做家務 做一些服務性的行業 他們都肯做的 還有他們都勤力的 因為譬如我原本拿三千元 因為梁家傑說 最低工資 你們錯了 他不會拿最低工資 這個我認同 就是最低工資 不應用到非用那裏 或者外用那裏 但是問題是 當你拿到居港權 你還甘不甘心去做一個非用呢 我可以去酒樓 或者酒店 有些服務性的行業 旅遊業那裏 去做一些 需要講英文的 或者去服務 甚至乎我去捧餐 洗碗 可能我都很有經驗 那當時很厲害 如果他有這樣的能力 納稅 我想對香港也是好 對呀 那他給他來的 但問題是工作職位有限 我們不可以無限地 無端端說 12萬5也好 29萬也好 就算幾萬 如果是納稅之間 突然我們市場 如何可以極短 市場 如果我們有一個 假設 我們市場 是可以完全 融立 的話 那他 真是好 那香港的GDP 就會增長得很快 突然間多了很多勞動人口 而且是精英 是懂得說外語 很好 特首都說可以香港有1千萬人 這是一個時間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好像說2030年左右 還有我們要想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土地如何處理 如果現在是710萬人 你如果說是900萬人 不要說是1千萬人 我們香港需要額外 三千多公頃的土地 所以很多事情是需要時間去做的 還有我們是假若 每年的GDP的增長 或者經濟增長是5% 我們是不是可以 因為減回我們 每天有百多個單程證 在國內過來 也有一些其他的專長 專才 優才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 每一天去消化一定 經濟增長是可以的 但你如果突然之間 三五七萬 幾十萬 那我們會有一個擔心 就是說香港的經濟 能否承擔到呢 所以我們要想一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們當然 我自己也有請外傭 所以我們很開心 他們可以幫到我們 來到之後 可能我們的女士太太 或者哪一位 就可以釋放她的 更加高的生產能力 她可能去一些工種裡面 賺幾萬元 或者她幫那間公司 收到幾萬元的工 她一定幫那間公司 賺十萬八千七 不然也不會給她幾萬元 這是對香港的一個貢獻 但是是否等於她 因為這樣 而七年後 就成為永久居留 這也是另一回事 或者她是有沒有權 去申請 這也是另一回事 即是說 你現在的立論 如果她的工種 是比較優越 即是她就值得去 可以申請居安權 如果她的工種 不是那麼優越 就不值得申請 即是鄭志文 和鍾嘉欣 都可以申請她 鍾嘉欣剛剛很慶幸自己 可以 即是加拿大人 他自己 他很慶幸說 我說得切 住滿七年了 可以有六千元 即是他很慶幸地對著 誰是鍾嘉欣 做電視機 他對著《蘋果日報》說 很開心 即是如果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那些 聖志文 嘩厲害 蘭桂方 搞慶幸 鍾嘉欣拍電視 很威威 但如果外傭 就不值得了 是否這個意思 我想要這樣看 看看她這種工種 或者這個個別的人士 對香港會不會有貢獻 以及是否社會需要的 或者需要的數量有多少 我們可能香港 是可以融立到一個 或者十個聖志文 或者多少個鍾嘉欣 但是我們形容容納到 十萬八千七個外傭 突然之間 即是現在的電影業 是可以多這麼多個鍾嘉欣 這類的花彈 這個我想政府 他自己的政策 如果他批評他 即是優才或者專才 這個我們不會 他不是優才專才 他純粹是無線請他 舊七年他就可以申請 因為他的工種 可能根本就不符合 即是跟那個外傭 駐港的容工 那個內傭 內傭有些不同 我們可以解釋 因為電視機前面 即是電腦前面 很多時候就是傻下傻下 不懂 解釋給他聽 我想我也是傻下傻下 其中一個 你不是發起群組 要大家關心香港 你不會傻下傻下 發起群組 和解釋法律 是兩件事 我想大家不要誤會 但是那個項目 就是說如果經濟是 容納得到的話 資源亦都容納得到 即是他來到香港 他不會助食三賓的 他是有工作的 他對香港有貢獻的 我們土地亦都容納到 他有住屋的 因為他來到他 就不住屎頭那裏 他要出來的 我們現在已經很多劏房 第二天還怎樣搞呢 是否站在這裏睡呢 即是怎樣 所以假如所有事情 在一個這麼完美的世界裏面 老實說 當然是多多無區 其實我也有個問題 再想問一下 你剛才就說 如果他們可以申請來香港 那就可能有20萬 還是12萬 但不知道多少萬 其實我也想知道 其實那些數字是怎樣來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政府公佈了一個 好像是12萬 12萬 即是在香港 做夠七年的工作 我的職員工有12萬 是的 但他們不是每個符合資格的 你有沒有調查 有沒有再做一個好一點的 叫做考據 或者論證 究竟如果他們可以申請 到最後有多少人肯來 接著他有符合資格 接著他可能會帶多幾多人來 這類的考證 你有沒有再嚴謹一點 再做一次 我再老實一點 就是有沒有請過精算師計 去數 我想 我也想問一下 某些政黨 有沒有請過 算是沒有他聲稱這麼多人 如果你是用這個標準 來衡量我們 作為一個網上群組 我希望同一個標準 可以衡量某一些 有參與黨員參與的政黨 我們找日子請他上來講 但今天你講 如果這樣講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僱傭協會 曾經在某一個友台節目裡講過 他們做過一個檢討 最後應該是約70%左右 有興趣 那是甚麼會議 做檢討 具體名我不太記得 應該是外籍融工委員會 他是做的過程 僱主 你真的要問他 因為很重要 如果一些數 因為我本身讀科學 就是怎樣拿那個數據 是很影響那個結果 是否正確 就是有沒有效力 有沒有訊息 如果那個 認識十個 你來不來 然後七個說來 這樣 可能認識那個過程 原來這個群組 本身就是他們根本想來的 所以你才會認識他 這樣就好像不是隨便的 所以我很關心 那個怎樣得來的數字 這樣說 如果你是要去 詢問他們的數據 我想有機會 你都可以請他們接受採訪 或者你說 有另一個角度說 喂 是不是真的 他來到你是不是又滿意呢 未必的 老實說 中大廣大很多人都不滿意 那些收視報告又不滿意 七一遊行又不滿意 但我想我們看回實際的情況 我們用一個比較雷聞的方法 我意思是給一個機會說服電腦前面的觀眾 其實那個數字得來的時候 是很有可信性的 我想給一個機會說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 我問的問題都有很多人質疑 我還要去刷數 但如果不是的 原來不是的 其實很嚴謹的 我們是隨便的 不說得來的話 如果是這樣說 我們真的要看純穿著 或者單位那些數字 不是看純穿著 是要去找精算師商量 對 我想有些公認者 大家都有 比如說 如果你不是非用 是不是外用 你現在就自然受到 最低工資的保障 香港現在 你就要28元一小時 其他我們也不算 簡單的計算是二百多元一天 如果你做八個小時或十個小時 二百多元一天一個月當你做二十多個小時 六七千元就走不了 現在講最低工資一般情況加上緊織金 就應該是八千多元起 很多做保安做八個小時那些就是八千多元起 如果你很幸運的有些公司會給你 反中錢、例價那些就是一萬元左右 如果你是當我是一個外傭 我在石頭家住 換東西都可能叫醒我去照嬰兒去換尿片 或者臣嫂就要住足 基本上是要按責任的 是他很辛苦的 我們都明白我自己也是僱主 所以但是你拿三千多元 假若你是可以 那是不是不適合他滿身這件事 就是他這麼辛苦換辛苦 但是他人工是他一半 不是三分之一 那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吃粟 吃粟 還有他要跟他自己國家的收入 他如果是 他不是香港的收入 我所知香港現在外傭最低工資 是東南亞 對比新加坡 或者台灣 他們設定的最低工資 香港已經是最高 已經在區內內 我給你一些例子 我問過我們自己的菲傭朋友 他如果在菲律賓去做警察 大家知道做警察也有一定危險 菲律賓那些就不知道 那我就不知道 但是理論上來說 做警察有一定的風險 還有可能應該要受訓 等等 他們的人工應該是 只是比香港做非用外傭的人工 一半多一點 不是多很多 但是可想而知 你說他值不值呢 我想比較他自己能力範圍內 去收入那個水平 如果你說我一定要跟香港人比 但是他不是香港人 但是香港住 他可能會買一包薯片 當然 但是問題是他可能會寄些錢回去 他的父母就在那邊買很多薯片 但是如果我們當 我自己 就算坐車吃飯 都可能一千多元個月 至少 近的可能一千多元 遠遠都可以坐車 但是如果我也當他不用坐車 他們都包了火吃 當然他如果自己 又反過來說 上網打電話 他們通常是SMS 如果你在香港去買菲律賓的零食 是貴過菲律賓的 這個正常 他可能人工是兩倍 他的東西便貴一倍 如果你計他的購買能力 可能他是好一點的 可能他多買兩包 但是我想很難直接比較 我先回到剛剛那個話題 即是說 究竟他會不會留在香港呢 即是如果你 變成香港人之後 你回8個小時 不用回24個小時 或者減回你睡覺 16個小時 我當你不需要 但你的錢是一倍 你找不到工作 你是有縱緩的 你又可以去排公屋 如果我是他的話 除非我是五六七十歲 都差不多了 做了幾十年 希望告佬歸田的話 除此之外 我相信正常的人 去衡量的話 都會想去留下 去做一點 做小一點 又賺多一點的工作 人是天生是有這樣的惰性 我們都要承認 不可以否認 我是很清高的 我沒有的 我自問不是那麼厲害 但是就按一個常理去推斷 我看不到什麼理由 是當這套門開了的時候 他不走進來 但如果這樣看 你說回來說 其實他們 就算怎樣也好 現在是處於一個非常 超剝削的狀態 三千多元 24小時on call 一個星期六天 只有星期六到中環 都很開心 其實整個外融制度 是很不易的 會不會索性就是 廢除外融制算數呢 這樣就不用見到他們 會不會最好呢 其實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基本上 這個看法是內容 在未來香港之前 都知道 大家也接受的 這個合約就是 這個人工 這樣的待遇 這樣的工作 這樣的工事 大家在未執行這份合約之前 大家是很清楚的 沒有欺騙的成份 也有中介公司 做過中間人 中介者 你進來香港之後 我跟《造星》分享 我做過幾次街頭的千民運動 有些街坊走過的路過的 跟我們聊聊天 即是說 你來到香港的目的 就是 做個佣工 意思是外融 外融 就來做佣工 你從頭到尾 來香港的目的 就是做這件事 但是因為香港有某種法例 賦予他來 轉空子 使他可以申請 基本上 外融制度是幾十年 這個生態 這個佣工的 勞工史上的生態 就維持了幾十年 不義了幾十年 其實 不不不義呢 就見仁見智 見仁見智 如果不義了幾十年 還不義下去 那時候的人 都很蠢 用工的前輩 都很蠢 因為被人不義了幾十年 正正是這樣 所以我們 有人衝擊於法律的空子 你問了 任志剛 他說 你鬥差不多一千萬人工 會不會太多呢 那當然不多 任志剛 一個打大鱷 當然他是這樣說 就是不能這樣計 他就這樣說 就好像財政司 他們有很多東西 是截現了一些福利 例如屋 或者有司機 或者等等 任志剛厲害 但他全部是用錢的 等於非用 我用 可能人工是很低 三千多元 如果他不是 即是計算了食 以及計算了叔 還有醫療開支 我所知都是僱主負責 即是將其他東西 截現了 就不止三千多元 就這樣看 融工可以看戒證 現在都是 交稅 即是公共開支一部份 他有幾百元的培訓 現在是有幾百元的稅 另一件事 是融稅 買保險和機票 如果我沒有記錯 曾經有人說過 你不要問我哪裏出 怎樣計算 大家真的很好 聊聊天 應該差不多 六千元左右 一個月 如果你計算了 即是吃 吃著睡 已經不計算 那都很合理 其實現在看來 暫時 我想這樣說 如果你是 合不合理 你不計算 我可以回應 但你不是給人回應 才可以 我們角色 當然要給你 很熱烈的討論 是好事 我可以一句說 很簡單 一句說 就是說 很多香港的基層 愛蓉那塊錢 他真的存在 或者寄回鄉下 或者很多香港的基層 他是不是可以儲到 三千 三千七百元左右 現在好像三千七 三千八 你是不是可以每個月 儲三四千元 這個又另一回事 外容也不行 他全份量儲了 如果他喜歡 他可以 他坐車出中環玩也要 每個星期 那不同 他很厲害 其實你們的固處 真的給最低工資 還是有些固處 會不會低過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高 會不會低過最高 有些會比多 有些會比多 有些比多 好像說 吳均如那個是一萬元 有些會比多 他覺得他做得好 可能特例 一般來說 應該這樣說 所有法例 可能都有人會煩 亦都有人是很厲害的 有些高一些 亦都有聽聞 有些是比不足 尤其是有些印容的朋友 有些真的比不足 有些比不足 有些比不足 都有 但我們整體來說 你預計三四千元 你減少 我要玩 我要出中環 我要跳舞 我要去怎樣 當然這是他的選擇 出得來玩 就要花錢 但整體來說 他可以不去選擇 老實說 我們很多基層 是不是每個星期 可以到處去玩 也都未必 所以我們平均 公平地比較 你什麼都不做 大家都什麼都不做 是不是每個基層 都可以儲三四千元 我覺得未必 所以 是不是剝削他 我不以置評 又反過來說 他比較祖國 他的生活水平 他真是高一段 他做幾年回去 可以建房子 可以買田 這麼厲害 買田買地 做十年快年 買一塊田 建幾層樓 有的 也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 好像Dom所說 來之前所有東西 白紙黑字 都說好了 你接受 而且行之下 幾十年的事情 必定是在市場上 有他的定位 即是幾十年來行通的 一定是對的 在這個案子 我們覺得有他的定位 是合理的 有他的定位 所以 當然 可能現在有人覺得不對 他應該有居港權 又是不是對 其實也是 他們現在是說有申請權 不是說他們應該有居港權 兩件事 好 你是不是 認住 沒有理由跟主持 辯論 我又想回應 所謂剝削 如果是被人剝削 他為何要來呢 為何來了幾十年 一代一代來 所以這個 是不是剝削 我就不是外傭 我就回答不到 我只不過看看 他們來了幾十年 不斷來 還有 剛才Victor說 原來香港被外傭的 新創 相對區內其他地方 是最高的 所以我想 你問我這個是剝削 我又不是當事人 但如果你要我這樣去分析的話 距離得這麼開心的話 我就把這個是一個答案 告訴你這個不應該是一個剝削 即是有一句說話 即是自己的家鄉做事等等 各方面 但為何都要來香港 即是香港 就我所知 我之前看過的一些調查 是越來越多的 是越來越多的外傭 是想來香港做的 即是假如香港這個事情 是剝削他的 是真的完全對他沒有吸引力 他不會欠越過來 甚至他們是要給一筆錢 不少的 即是假如這個事情 他沒有理由 我還要貼錢什麼剝削 坦白說 不如這樣說 其實就是 既然這個外傭的制度 是定期這樣 有些家庭 每個月用幾千元去 給那個人回回家鄉 其實對於香港的經濟 定期抽一筆錢走 對於這個經濟體系 其實都不好 會不會就是 直接不好 不要外傭 請回本地終點是幾好 不要這樣說 我想回應一下 本地終點 如果你純粹 將單一個戶口的出入 這樣算 你說得對的 即是每個月可能有三千 或者兩千五 或者多少錢是出口了 是的 但又反過來 我剛剛講過 即是說 他其實是釋放了香港貨物的生產力 但如果請本地終點 都可以釋放本地的生產力 那本地終點 如果當他用四萬 找四萬元 可以出去做事 找四萬元 如果他在香港請回到終點 應該是 都是二十八元一個小時 對吧 這樣也不會太多錢 你想請多少個小時 其實Mocky說得對 即是說請 即是市場上升級 即是廢除外用制 然後就是請回本地終點 其實很 本地一向有終點 有 小人做 反而是一向有聲音 是說可不可以 給內地人下來香港做 本地都未做完 不是 本地現在是小人做 即是減去人 不是 我做過的 不是 不是做過 我想說一句 本地終點不會二十八元一個小時 六十元以上 六七十元 你買 本地的終點六十元以上 請不到的價錢 反而 即是貪便宜 我想每個人買東西都會貪便宜 你要明白到 在世界上 因為本身每一個地方 他的生活水平不同 由高又低 等於香港的人 去外國做事 即是當地的生活水平高 他收入人工高 他為何要去做 因為他收入高於香港 我又不太相信 香港去外國打工的人 是被人剝削 他很開心 為何 他賺錢多於香港 為什麼 所以 即是說 既然大家這麼開心 他來做事 做得這麼開心 香港的家庭又可以 有他們幫忙 如果現在突然間 令到這個制度改變 我相信 未來的時候 可能有些家庭 被迫四年 或者六年 就要更換 更換是否好 對那個外傭 他不可以再做事 他要回去 對香港的家庭 又要重新再訓練 這是不是 我不要說外傭 是否對香港的家庭是好 我經常會想起 如果我們現在說的法律 現在我們一些從政人士 他做了一個決定 是不是把香港人的利益 放在第一圍 是不是把香港的整體利益 作為一個依規 如果 我們說法律上 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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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到這樣 而離棄了市民的利益 我覺得 他們可能是要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 即是你意思就是說 香港的長遠利益 建基於 可以廉價請一些低收 低 低人工的外傭回來 釋放你家庭的女士的 生產力 去到維持 我的說法就是 我可以令到外傭收入多於他家庭 這是他的利益 這是互利 如果事情不是互利的時候 就不得長久 按照我剛才所立論的 如果那塊錢請回本地人的話 在香港還可以有那個叫做 什麼 收入 multiplying effect 那些什麼 這樣對於香港的經濟 其實更加有利 如果廢除外傭制 對於香港的經濟 就更加有利 現在香港有些請外傭的家庭 當然有些是生產很好 有些是不太好 有些是說 他們兩夫婦都要出去做事 有小頭歌 但是他的收入可能是說 譬如說 兩萬多元 如果要請本地的話 你想想 如果60元一個小時 其實他們未必可以 負擔得起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是 會不會有這麼大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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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不出去做事 不出去做事 就是講 想終點都可以 例如他要煮飯 或者誤自煩 我是回答你剛才說 要釋放生產力 釋放三個小時就行 即是要煮飯 他要照顧三個小時 其他時間 你怎麼辦 我希望你明白 我們要看回現實的環境 我們有很多的理論 很多的理想 但是如果現實的環境 我們是不是去做了這樣的選擇 其實挺悲哀的 我們現實環境 就是香港的長遠利益 是幾於這樣的制度 其實我也挺長 那兩萬多元 為什麼那兩萬多元那個人 搞到沒有人照顧小孩 說香港發生什麼事 不是應該有一個社會上 有一些托兒的服務 我想這樣說 我們不如一起 向政府爭取一個公共對付 如果今晚的題目 講得這麼闊 很難談 一個小時不夠 可能要再離開 對呀 真的謝謝你 今天來分享 講了這麼多話 不要緊 這樣說 我想大家要看一看 第一就是 我認同Vox所說的 就是香港政治的人物 是不是應該著重香港市民的利益 第一 當然可能有人不認同 可能說 你的所說是公民黨 所有人士 包括公民黨 其實公民黨這次是爭取一個申請權 其實骨子裡 我沒有問過他 骨子裡可能說 不要來 可能不贊成他來 但是他說一個申請權 就是他是不是跟其他外籍的勞工 例如中卡恩 例如城志民 那些看齊 人家都是住滿七年 都要向入境申請 批就入住 不批就拜拜 但是現在外容是連申請都不能申請 其實會不會就是 有申請 你就申請 但是去到最後 應不應該讓你來 是另一個問題 這樣說 公民黨在做事 其實我不是 如果有一些政治的人物 有崇高的理想 希望香港是沒有歧視的 這個大家歡迎 但是我們要想一想 社會主義 這些理想的背後 香港人是不是要承受 他們主觀理想最完美的世界的代價 現在公民黨申請權 他不是什麼崇高理想 就是這樣說 申請權 你先說哪些 因為特別好些 因為那個人說不行 梁國雄 你說是外容 要有最低工資 我是他助理 當然知道 他外容要最低工資 是不是太崇高 這是很明顯 如果你在問我 希望你讓我回答 一分鐘時間 我沒得回答你 很慘 我覺得好像在立法會 被人側問 如果有這麼好的想法 亦都無妨 有幾個先決條件 就是香港能承受得起 第一 第二 就是不要影響香港人 現有人 就是香港人的根本利益 另外 如果這麼好 是不是應該 反過來幫我們香港人 去爭取 具應權 具美權 具家權 那就好了 因為這是香港人的政黨 是不是應該幫香港人做事 反過來不是 不太好 另外 如果真的要歧視平等 不如說多一點 最後就是 究竟公民黨現在做的司法庫 對於香港人的利益 是怎樣有問題 只是申請權 申請權 一定可以來得到嗎 我想這樣說 如果你不介意 因為剛才說了三個項目 要考慮更好 否則人們會覺得你 像毒素 吹水 亂 對你的組織也不好 我想如果是公民黨 他們都很專長 法律上 但是現在破壞了相關簽訂的合同 有幾個分析 其實公民黨是JR政府 他不是JR僱主 那份合約應該沒有問題 你就兩年解僱他 如果那個簽訂是兩年 現在他說明是沒有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 現在他幫他拿是有的 JR政府 我想 但問題是 承受的苦果是全港市民 不要說是政府 是全港市民也要承受的 我們只能夠說 現在市民的反… 苦果是怎樣的 那是苦果呢 頭的十分鐘已經說了 市民擔憂的事情 要賠償了 現在就說了市民擔心的事情 不要緊 導演已經圈了幾次了 圈了幾次 有機會再說多些 其實我建議你多些上來我們的群組 交流一下 其實… 阿林遠都出了名字 要加人入估 加了你沒有 沒有 為何不加你 怎知道他 未到那麼出名 今晚回去加了他 如果我那麼出名 加人入估計 他們就走不掉了 但Rocky很多時候在Victor的網路上 其實他們那個… 我都沒有人 一位 不不不 他一你那個網路上去談 我看得到 有嗎 有 所以我說你不認識我 很正常 但你是很出名 還有你寫的東西是… 很有質素 大問題 很有質素 碰我上天 快要跌死我 所以今晚臨如就回去加了 其實… 你不介意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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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千多月都是支持者 大問題 大部分發聲的都是反對外傭 當然有少數 有少數 不過我覺得今次這個外傭的 我真的有很多東西可以說 我真是很歡迎 無論是政黨也好 無政黨背景社會也好 其實多說一些給大眾聽 究竟那些苦果啊 那些東西是怎樣 我們其實都想聽 因為暫時聽到就少了 苦果好像都是港字 明天下載了一個論壇 明天下載了一個論壇 Viktor也厲害 Viktor介紹一下明天下載了一個論壇 但我們的聽眾看到的時候 這個論壇已經過了 明天8月21日下午三點半 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 會有一個探討 外傭爭取居港權這件事的一個論壇 就找了不同的嘉賓朋友 找什麼嘉賓不要緊 最重要是一個街頭論壇 到時有哪些朋友想發言 就隨時在那裡說 真理越辯明 隨便交流 這次真的很感謝這三位嘉賓 謝謝 謝謝 好 那個禮拜再見 不好意思真的還沒說完 就要回覆 拜拜